2014年台北国际自行车展集结了1100家国内外的厂商 那来自国内的自行车双雄巨大美丽达还有零组件厂商贵蒙建大等等 都准备要以最新的车款还有零组件吸引买家注意 拔下电池这就是现在自行车最新发展趋势 e-bike电动自行车 仔细一看龙头上还有一金一幕可以显示速度电量公里数等资讯 你也可以选择自智慧的辅助模式 直接按smart smart mode 它就会自动去侦测你所需要的模式而提供所需要的辅助力 台北国际自行车展展前记者会 台湾自行车输出同业工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巨大执行长罗祥安 外贸协会秘书长黄文荣等人一同出席 罗上安指出这次展览集结了1100家国内外厂商5000个摊位 预计将吸引超过1万名国外买主来台采购 这个展览现在是变成全世界这个自行车最创新高值的产品 换言之全世界到这边来的话是看世界未来的趋势 那所以这一次的话参展也是空前的多 那杰仁特一年大概做630万辆的车子 那过去的销售是以这个欧美为主 但是在这两年的话因为中国市场也上来了 那所以现在的话整个亚洲大概也占我们一半 从巨大各地区销售量就可以看出 亚洲区对于休闲自行车的接受度普及率大增 其实随着自行车人口扩增 不止车子功能更轻巧多元 高低阶产品也越来越明显 带动整体产业毛利与本益比明显提升 获利成长动能备受瞩目 发现了个人